12月27日,玄智科技在互动平台表示,公司针对工业智能化领域的需求,推出了满足工业及应用可靠性要求的产品,支持公控、贩载电力物联网等相关领域的应用。 公司智能车载芯片产品已经在长安、上汽、一汽多款车型上实现量产。 据悉,玄智科技基于RISCV架构内和开发的第一芯片已经实现量产。 搭载这一芯片的开发板已经陆续开始销售,可根据客户需求适配包括鸿蒙在内的多个操作系统。 资料显示,玄智科技目前主营业务为智能应用处理器、SOC、高性能模拟器件和无线互联芯片的研发与设计。 玄智科技经过多年在质量管理与实践方面的深耕和积累,已建立了全面系统的质量管理体系, 形成了全业务流程的工业级和车规级品质实现能力,产品包交付品质达到业内领先水平。 据不完全统计,玄智科技芯片产品下游整机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 不久前,玄智科技称,公司智能车载套片包括主控及配套电源管理芯片,已经在前装用户实现大规模量产。 车规及认证方面,T7、T5系列芯片产品已经通过了AECQ100车规认证。 截至目前,在智能车载市场,玄智科技覆盖了智能车载多媒体、智能仪表、流媒体后视镜、智能辅助驾驶等产品,已与客户合作研发L2级产品。 在供应紧张的大环境下,积极进行产销协同,保障前装市场客户稳定生产。